有一天我就是工作结束回到家 把衣服胸罩一脱开的时候 整个胸罩前面都是血 我就整个吓到了你知道吗 就开始大哭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讲 我就马上到医院 他就开始帮我做检查 他就说看到里面乳管有长一个东西 他说但是他是不规则的 他说但是他们还是要做进一步 去乳管穿刺去检查 把他取出来化验 然后那时候医生第一句话就问我说 你压力很大吗 然后我在想说 这话一问 真的是直接戳到痛点 压力很大吗 你就啪 对 那我就开始哭了 他就说 其实你知道很多女生 因为胸部在靠近心这边 他说很多女生就长期就是 可能很多压力就是会闷在心里 他说你知道闷闷闷 其实有时候会闷到就长东西了 我妈妈当下就很气 我妈就指着我老公说 如果我女儿有什么就是你造成的 妈妈心疼女儿嘛 看结婚 还好后来就是做乳管穿刺 把那个东西拿出来是良性的 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我不能在这个样子 我说如果我真的给自己压力 因为这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 因为你要求你自己都要到九十一百 你哪一天万一真的怎么了 你走了 是 那你做了这些都没有意义 对啊 所以你就跟自己 立刻开始想说 开始准备转学考 那时候想说 那就到台北去念国际学校好了 那你就可能要让他带 赶快去让他去补习 接他去补习什么的 终于考上了 我两个女儿就考上了 我就开始每天当司机 因为我家住在林口 学校在台北公馆 我们每天就是那种六点起床 不到七点带着孩子出门 而且你还要很早起来 还要把他们叫起来 因为才一年级跟二年级的 这么小的孩子 我就开始就很早就要起来 然后我都调到脑中 我是那种真的就是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说那隔天 我们的路线大概是怎么样 然后不能够塞车 因为每天林口 你知道那个家庭多少多塞 我们都算好时间 所以我们家小孩永远都是那种 全校数二 数三 找到的那种孩子 因为我还要立刻再 奔回摄影棚 因为我那时候的节目 摄影棚在关渡 所以我立刻还要再 天哪 林口 然后公管 然后关渡 对 然后 臭命啊 你这样多久了 你这样多少年 四年 四年 因为他们是后来 我这样载了四年 你应该要每个月 检查孩子身体健康 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是青春期的孩子会怎么样 他会反弹嘛 对 你都是想太多啊 你真的 但是就是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大事小事 我帮他去 你喜欢穿短衣服 我就帮你买一件 没有问题的 我不是不支持你 我只是怕你遇到问题和状况 帮他做了事情之后 他觉得妈妈支持我 我遇到状况的时候 不是说我要叛逆 我自己买一件 我遇到状况自己负责 而是妈妈支持我 所以我做了一样事情之后 好像不小心中招 跟我妈妈说的一样 对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我职责内的事情 他常常想的是一个完美的状态 这个完美的状态在于 我自己怎么想 别人怎么看 然后整个环境资源要怎么整合 让我达成这个目的 但是人间就是这样 人算不如天算 很多意外啊 资源的不被足啊 导致我们很容易有无力感 因为我自己想要那个目标太高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